好,这个是回旋加速器或者是β加速器 好,那么我们知道前面我们讲过一个cyclotron cyclotron啊,它有一个缺点 就是说,当这个止点,加速的止点 它的速度接近于光速的时候 它转动的角频率就跟它电场变动的频率不match 就是不同步,一不同步就不能加速 所以它用来加速电子就不可以 因为加速电子很快就会,速度啊,就会接近光速 然后呢,它的质量就改变了 它的频率就改变了,转动频率就改变了 一下子就不能用 它只能加速啊,直子,因为直子的质量比较大 它比较不容易啊,一下子接近光速 好,那么现在讲的一个就是betatron betatron这个东西它可以用来加速电子 因为它现在的,它不是跟那个cyclotron一样的原理 它不是靠它的回转频率 那等于它电场的变化的频率 不是那个 那现在我们看它的结构是怎么样 它有两组线圈 你看这边是电流进去的 电流从这边出来 这也是一样啊 它产生的磁场 因为电流是这样流 所以磁场往上的 那么中间这一部分的磁场啊 就好像是一个 就接近于这个均匀的 旁边呢,比较不太均匀 所以它现在 这个磁场 磁通在这里变化 磁通在这里变化 然后呢 这个就是代表这个地方的磁通啊 这个就是一个管子 管子 圆形的把它切断了 管子 那电子就在这里头 电子从这里进去 从那一边出来 这样绕圈圈 OK 好,现在我们 它是这个 它可以把电子啊 加速到 100个MEV 可以这么大 OK 那么它这个加速了以后 因为电子被加速 在这里加速 它就会产生电磁波 那电磁波呢 就可以拿来当作一种光源 它电磁波的波长很短啊 就有点像X光一样 可以穿透 穿透人体 那么可以用来治疗用 也可以做研究用 这就是 这两个就是一个C C就是交流线 交流电的线圈 OK D就是陶瓷管 里头抽成真空 抽成真空 电子就在这个里头跑 好,我们再看一个图 它现在用在这个 因为它这个是交流电产生的这个 交流电产生的电流 一下子从这边流进去 就这边出来 一下子又从这边流进去 就从这边出来 那么我们只用什么呢 四分之一周期 它进去的时候 比如说 是从零到最大值 它的电流 然后再从最大值到零 然后呢 再来就是从零到负的最大值 绝对值 负的 绝对值是负值的最大值 然后呢 再到零 它的一个周期 我们等等看这个就知道了 好,现在我们看 这两个圈圈 就是代表刚刚那个低管 陶瓷管 陶瓷管 这个打叉叉的磁场 就是我们刚刚看到那个C线圈 两个C线圈产生了磁场 它磁场不是均匀的 磁场不是均匀的 我们看起来好像均匀 其实不均匀 越往外越小 磁场越往外越小 越往外越小 你看它这个 越往外越小 好,然后 我们就看这个 它的电流 磁场是由 磁场是由电流产生的 所以这个电流 这边是电流 它越大就是磁场越大 电流是 交流量是这样子变化 我们只能用这四分之一周期 这几段都不能用 什么都不能用 因为我们等等就会看到 你用的时候 那么它电子加速的方向 跟它向心的 受向心力的方向会不一样 如果我们要这样子用 比如说它现在这次越来越大 这四分之一 电流越来越大 磁场越来越大 磁场越来越大的话呢 它这边的感应电动式 感应电动式 就是顺时针方向 对不对 感应电动式顺时针方向 刚刚我们讲的 或者你现在用Lance Law来喝 Lance Law 你看这个磁场越来越大 那这个地方就会产生一个感应电动式 它想办法产生一个电流 让这个磁动式往外的 往外的话 那它就要这样子 你们那个方向就是这样子 1N的方向 这就是感应电动式 感应电场的方向 非晶电场的方向 那么一个负电 我们用来加速电子 电子的电量是负1 1N乘算负1 就是往这个方向 就是负的方向 负的方向 所以电子受力往这个方向 电子往这个方向 受力就往这个方向运动 往这个方向运动 有个V朝这边 V朝这边的话 带电的电荷 有速度在磁场里边 它受的力就是V cross B 乘上它的电量负1 你看V cross B 你皮皮看 V cross B是应该朝外面的 但是它负1 所以它又朝里头了 它会产生一个向性力 所以它虽然这边跑 可是这个向性力就把它抓住 让它不要往外跑 一直在这个轨道上面跑 所以 你这两个效果要 要能够match的话 我们只能用这个四分之一 的阶段 你们回去 自己考虑一下 为什么只能用这个 OK 好 现在我们来算一算看看 由于这段时间 B5 over dt是大于零 它的磁场越来越大 由法拉底定律 它积分式 这就是法拉底定律的积分式 我们现在 把这个 这是磁通 这是磁通 D5 over dt 那就等于Db over dt 这个Db呢 我们现在 让这个电子 只在这个地方跑 所以它这个地方的 磁场 随时间改变的 这个地方的磁场 随时间改变 OK 这个是定值 我们让它 这改变是一个定值 于是呢 这个 存量积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常数提出来 就变成这个值 好 那现在我们就 这边的积分 我们 已经有机验了 你在这里画一个 半径为R的一个路径 它是1n乘200r 因为大家所面对的 磁场都一样 所以这个常数 这是路径 就是你取一个 同性圆形的路径 好 那这边呢 这个积分呢 这个积分 我们可以把 不是这个 这个积分 这个积分 我大概写错了 1n乌丘用 表现1n 不是Bn 看看 B average 好 这个地方写错了 应该是B average 是这个 平均值 因为这个磁场 磁场是什么 这个封闭路径 以内的这个 面积 封闭路径在这里 这里头的资产 你看 由小 往 由外望里头 就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那我们现在就是取 这个B场的积分 我们 这个B.da 本来这个D是位置的函数 我们现在就把它变成一个常数 就变成Average 从这里到这里 的一个平均值 平均值乘上这个面积 等于 这个 D.a B场 各种不同位置的这个磁场 的这个积分 在这里就磁场是跟位置有关 然后我们不是把这个磁场 当作是一个定局 重样乘上一个面积 D.a 面积 乘上面积 那现在这个就是整个面积了 就是拍R平方了 这本来要积分的 积分的话 你不晓得这个磁场 这个磁场 真的要积的话不容易积 因为它是空间的函数 我们把它用当作是Average 这是Average 我写错了 我把它写成这个东西 好 所以呢 从这里我们就得en是等于负的 二分之二的 B Average over DT 好 这个就是 这个方向 就是 感应电动 感应电场的方向 那我们是把这个 积分 把它变成这个 本来是要积分积出来了 这个质量我们就说 是等于一个平均值 称上全部的面积 OK B Average 是穿过轨道所围绕的面积内 所有磁场的平均值 这是 轨道内 所有磁场的平均值 OK 好 那么 它切线方向的力 就是这个力 是等于这么大 因为这是正的 这个是正的 1N是 1N是这个 乘上负1就变成这个 那现在这是顺时针方向 你单单看这个就好了 这个都是正字 这个是正的越来越大 所以时间变化越来越大 因此顺时针方向 顺时针方向 电子受的顺时针方向的力 然后由牛顿第二定律 切线方向的力 是改变它速度的大小 改变它动量 改变它动量 这是牛顿第二定律了 力等于动量的时间变化率了 好 那么 我们现在就把FT 又等于这个 所以这两个呢 就相等 好 再看 这个 这里没有 没有图了 它不是受一个磁力吗 磁力是 负一 V cross B 这是向性力 这就是向性力 V cross B 这是负R的方向 V cross B是正R的方向 乘上一个负呢 它就变成负R的方向 这个会使电子做圆周运动 就说这个力啊 让这个电子在运动的时候 改变方向 FT呢 是改变它速度的大小 这是改变速度的方向 好 然后我们说这个 FB就是FN 它向性的方向 大小是这么大 它就等于向性力 M乘上V平方overR 所以从这个式子 我们就可以得MV 这V跟V越到一个 等于这个值 好 将MV等于EBR 这个带到 我们前面的 FT等于这个 然后MV 用这个带 然后这个 为分呢 D呢 ER是常数 就是为分这个值 为分这个值 OK 好 那么 我们现在 就把这个 你看现在 FT是等于 等于这个 MV呢 是这个 MV 把这个MV 带到这里来 那这边 就变成这个 等于这个 这个带到这里来 就是这个式子 然后这个式子 把ER提出来 BBR over DT 那等于ER R就是 半径为R 就是电子 轨到那个地方的磁场 等于这个值 然后这个约掉 我们就得 BBR的 二分之一 B average 就是说 电子轨到 那个地方的磁场 要等于 平均值的一半 因为它现在 磁场不是均匀的 当中最强 然后越来越弱 到了R这个地方 B长的 变成BR 它是等于 B average 被二分之一 来出 所以它这里 有一个条件 就是说 就是说 这个Beta中的条件 就是 你电子轨道 那边的磁场 要等于电子轨道 所围层的 这个面里头 全部磁场的 平均值的一半 这样就会 满足 我们刚刚 说得的这个 就是说 它一边加速 一边呢 绕圆圈 它不会跑掉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个 例题 一个十个EV的Beta加速器 轨道半径 是84公分 产生电流的频率 是60个Hert 轨道所围层的面积内 在四分之一周期的时间 磁场平均值 从零增加到最大值 就是刚刚那个曲线 到最大值 问 在这个磁同变化下 电子平均每绕一圈 获得多少能量 在整个加速过程中 电子的最终速度是什么 我们看磁重变化 磁重变化 磁重就等于 它是Average 平均 这个是面积的 这个磁场是从零到最大值 所以它的变化就是 最大值减掉零 乘上排二平方 你把这个值带进去 算出来就是1.77个Weber 磁通的单位是Weber 磁通变化的时间 Delta T是等于四分之一周期 周期是等于频率的导数 频率是60个Hertz 所以它就等于4.17 这个算出来 乘10的-30分秒 这么多秒 那平均的磁通变化呢 那就是这个值被Delta T来除 妈妈呼呼等于这个 就是这个值等于这个 然后这两个一处 磁通变化 我这个写错了 Weber per second 这个Weber per second 没有错 这个是Tesla 我这个按错键了 Tesla 这不是V 这是Tesla Tesla 所以它每绕一圈 所获得的能量 就是等于 1 能量 这是Epsilon Epsilon 就是它的单位 对单位正电荷 所做的工 单位正电荷所做的工 那现在的电荷是多少呢 它不是一个单位 它是Ips 它是E 它是电子的电量 所以它就等于这个值 然后你就把 这个是 看看 这个是 我看看 这个是 磁通的时间变化率 我搞错了 不是 这个是V 没错 不是Tesla V是Weber Permeter Square Weber 这个是 因为我们根据这个高斯定律 它是等于 D5 over DT 这是N 负N D5 over DT 这就是Volt 就是Volt 没错 就是Volt 所以它就是等于 E乘上442个Volt 就等于424个EV 绕一圈就有这么大的能量 绕一圈有这么大能量 好 它要到达100个MEV 它要绕几圈 一圈是这么多能量 获得这么大能量 100圈 到这么大100个MEV的话 要绕236000圈 236000圈 不可思议 像我们这个 像他们震动的比率 动不动就是 一秒钟几百万瓶次 所以它这个 236000圈 这个是物理现象 这个没有问题 这我们人 在我们生活上面 我们想象不到 好 那么它的路径 每绕一圈是2排R 现在绕这么多 瓶是这么多 所以它 电子 走着1186公里 1186公里 四分之一 周期的时间里面 走这么多 所以它的平均速率呢 你看平均路径 被 data t来除 这速度 平均速度 2.84乘10的八次方 meter per second 光速是3乘10的八次方 所以差不多是0.95个c 跟光速相当接近 以上介绍的是betatron 我们一共讲了两个加速器 一个cyclotron 它是回旋加速器 第二种是betatron 好 现在我们看一种无窩电流 ad current 如果我们将整块的金属 放在一个变动的磁场中 因为磁场改变里头会产生 感应电动室 或者是感应电场 那么这个感应电场呢 它的电力线是一个封闭的 所以它的这个电流啊 就会构成一个回路 这个电流就成为涡流 比如说我们变压器 变压器这个 这个就是导体了 通常是用软铁做的 那这个软铁就是说 我们用一片一片的软铁 当中都绝圆绝好 一般是这样做法 如果我们这里 不是用一片一片 是整片的 整块的磁铁 像这样子 整块的铁 结果这里头产生感应的磁场 这里因为电流在改变 所以磁场改变 磁场改变 产生感应电场 那它这个感应电场 就产生感应电动室啊 感应电流就是一个封闭的 因为电场是封闭 电力线是封闭的 那么这个电流呢 一下子这么流 一下子这么流 因为你这个线圈是交流电 交流电 所以电流一下这么流 一下这么流 这个导体一定有电阻嘛 你有电流的话呢 它就是I平方R 这个功率 就让这个产生热 这个电流会产生热 这AD curry 它最坏的地方就是 它会产生热 这个热没有用 往往让这变压器烧坏了 那我们又不能不让它产生热 那只有什么办法呢 就是尽量让它少 让它这个热功率小一点 怎么让热功率小一点呢 我们不用整片的铁 我们一块一块的 一片一片铁很薄 我这画得这么厚 其实它一片啊 只有一个millimeter 那当中呢 绝缘体绝缘起来 好这个时候你这个 磁场改变的话 感应电动室啊 这里都有磁场改变了 它就变成这样的一个圈圈 绕圈圈 电流变成这样的圈圈 一下子这样流 一下子这么流 因为它的面积变小了 接面积变小了 就导线的接面积变小了 电动室是一样大 那么 不是我们看它的电阻 接面积变小的话呢 它电阻就变大 电阻变大 那EMF是一样的话 电流就变小 电流就变小 OK 电流变小的话了 那么 它的电阻呢 也变小了 电阻也变小了 OK 那么因此啊 这个热量啊 IPMR就变小了 所以它的热量 大幅的变小 但是它并不是一无四处 涡电流 可以用来 产生 做一个刹车器 做一个刹车器 AD-curring brake 比如说我们这里是一个 一个刹车 刹车变中 它用钢做的 钢做的 它 它 放在轮子上 它这么转 这么转 那我们就用这一小块 这个地方 让这个地方的磁场产生改变 所以我们用个磁场 是进入这个盘面的 进入盘面的 它会改变 OK 会改变 方向会改变 当然大小也就改变了 比如说 磁场是这个方向的时候 它的速度呢 Omega是这么转 所以这里的速度朝这一边 速度朝这一边 那么V Cross B 你看 VCross B 你们 这个方向跟我的不一样 那这个 比一比VCross B 1N的方向就是 从这边出来的 出来的 1N的方向 1N的方向就是它电流的方向 电流的方向 好 这里一旦有电流了 就好像这个导体有电流 我们看这个三角形的导体 把它分成好多三角形的导体 电流朝这边出来 它就产生一个什么 I L Cross B I L是朝外 I L Cross B L Cross B 就是朝这边 这个 力量朝这边 你往这边转 结果它这边朝这个力 朝这边 朝这个力举 TALK 让它的方向跟这个 Omega的方向 正好相反 Omega 这个方向 TALK 这样子 所以它构成一个刹车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个 涡电流的刹车圆盘 厚度是T 就是这个厚度是T 电传导系数是Sigma 在水平面上面 绕中心轴 以角速度Omega 这样子在旋转 它的磁场 从下往上通 过一个盘面的小区域 刚刚我们看了一个圆圈当中 打叉叉的 就是那个区域 不过这个磁场是从下面往上面去 这个面积是A平方 它跟圆星的距离是R 现在要求圆盘所受的减速力距是多少 假设圆盘的Z轴 就是Omega的方向 Omega这样子 那它就是穿出纸面 穿出纸面 Omega是穿出纸面 我们用这样的向量 En就是V cross B B也是跟这个同方向 B跟Omega是同方向 V是朝这边 因为Omega这样子 V就朝这边 B是跟这个方向是一样的 刚刚我们说它从下往上 所以V跟B是甲90度角 V cross B就是出来了 R的方向 大小就是V乘B V又等于R Omega 这个V等于R乘Omega 这是En En是朝R的正方向 然后我们用Om定律 没有电场 就会产生Current Density 它是等于Current Density 被电传导系数来除 Current Density等于什么 就是电流被接面积来除 电流是这样子 这个接面积呢 这个是A 这厚度是T 所以是A乘T 所以我们就把这两个相当 就得到I 电流大小是这个大 电流大小是等于这个 电流是这么大 电流就是这个无目电流 它两边跑 它的力局 I L cross B L就是A 因为它就是 它们的小面积 一边就是A长 I L cross B L朝这边 B长出来的 所以它的方向 它们的方向 从这边 L朝这边 跟V的方向相反 所以圆盘所受的力局 就等于F乘上R Cross R R cross F R cross F 那么就等于 因为这两个是垂直的了 那就是F乘R 方向就是 朝 刚刚Omega是这个 Omega是这样转 但F呢朝这边 Tog朝这边 所以呢 等于这个组 这里我们就是把 力局就是这么大 Fu Z Fu Z就是 力局朝这边的话 就是这个方向 Omega是这个方向 OK 好 这就是我们用这个 用这个 法来 我们 这里用了好几次的 就是 一个就是这个 还有一个是 I L I L cross B 就是这个 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产生的 En En又会产生 I 对不对 好 你回去把这个 仔细看一看 最后一个例题 我们赶快讲一讲 这个圆圈 圆圈 范围里面 半径围R的范围里面 有磁场均匀分布 然后这里有个导线 导线放在这里 如果这个磁场是均匀的 但是它是 随时间增大的时候 时间增大 那么 这里头就会产生 感应电场 这感应电场也会在 这个导线上面产生感应电场 于是就会产生感应电动式 让你证明这个感应电动式 是这个 我们由法拉第定律 我们由这个 七分式子来算 来算 我们看中心 R远处的皮点 它的电场是什么 因为这个R 小于大R 所以 是用这个字 我们说 刚才说 你这个一定要记住 因为这是变大的 所以它是一个正的 正的成分为 就是negative sense 于是 en 就是negative sense 就是en 就是朝这一边 朝这一边 觅食针方向 电动式 这里有个en是这么大 en到着ds 我们ds现在 是取这个 这个地方 ens这个方向 跟这个半径是垂直的 但是我们ds是朝这一边 朝这一边 它是x乘dx x方向 大小是dx 所以 emf等于1多的ds 那就等于1乘上dx 乘上cosθ 这个en跟dx的夹角 theta 这个角跟这个角一样大 cosθ 那么我们 把这个en 等于这个 就是en 等于这个值 带进去 然后呢 我们可以把 rcosθ r 称上cosθ 就是d r 称cosθ 就是d 用d rcosθ d 2分是d 就是常数 提出来 db dt 它也是一个 一个定制 积分就是从这里 b段去到a段 b段应该是b段去到a段 0到l 于是它就变成 这个值 这就是它的emf emf d是等于这个 d我们看d是rcosθ d等于rcosθ 那么cosθ是什么呢 cosθ就是零边 比较斜边 或者是rcosθ 这个就等于它 这个就等于 我们直接从这个三角形来看好了 我们直接从这个三角形来看好了 一它就等于r的平方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 等于这个是rcosθ 它现在是从b端到a端 b端到a端 0到l 所以现在这个d 你现在不能用p来做 要从这个地方 r是这一条 所以它是整个是大2 所以这个平方呢 这边就等于大2的平方 减掉这边的平方 2分之l的平方 所以 d是等于这个 你把这个带到这里来 就变成这样子的 它这个p点是起初任意一点 最后它是从这里到这里了 不是这一点 就是这一点 所以它这个距离要用大r来算 最后是要用这个大r来算 好 这个是一个 很有意思的一个题目 像这种题目 你回去 自己都要好好的 去做一遍 去思考一遍